昨天有看吗 立法院的院会 昨天上演了表决大战 针对了年改案 那蓝绿双方票数将持不下 表决的时候 竟然是三度平手 怎么办 关键时刻 逼得立法院长韩国瑜 他首次加入了投票 惊险助攻 好 让这个投下了关键票 那同时呢 这个蓝绿看起来 夹击动员都失败了 好 但是呢 这场这个最后的表决 是蓝营赢了嘛 那绿色的民进党 好 输了之后 有点不开心 绿营整个跳脚 也挨轰式绿色举营了 好 首先再来关注的是 昨天呢 在这个立法院里头 这个民进党提出了这个 停砍军公教退休金的 复议案 对于这个民进党 他们想要这个反驳嘛 那国民党方面就甲级动员 希望能够催出蓝维 投出反对票 但是 是出席率不佳 包括了在国民党方面 有六位的立委没有到场 那民进党方面呢 有四位是没有到场的 导致昨天这场这个 投票案呢 还有这个表决案呢 是出现僵持的情况 一度是出现三次 双方平手 出席率不佳 导致表决三次都是平手的 怎么办呢 关键时刻 那个男人跳出来了 韩国瑜 他在关键时刻 投出了这个 投下了关键票 让这个年改案 能够顺利复委 好 对于这件事情 那个民进党 等于是算是输了嘛 失败了嘛 民进党不高兴哦 完全跳脚哦 来看到这个民进党立委 立院的党团干事长呢 这个吴思瑶 他说天哪 姑且不论这个议事中立 政府院长参与表决 竟然是在 反年改的议案上 他还批评 这国民党夹着 这个国会多数 让反改革复辟哦 对于这件事情呢 这个洪梦凯他表示 他说立法院长 本来就可以投票啊 不知道这个民进党团 在聚因什么 你们在吵闹什么呢 薛小新也表示 他说民进党 除了这个批评韩国瑜之外呢 应该要先去想一想 民进党团的总招 柯建民 民进党的立委 王定宇人呢 民进党的人 自己没有到 你还要贵韩国瑜 你好意思哦 好 那柯建民哦 他昨天没有到 好 那他也提出一些解释 他去哪了呢 这么重要的关键时刻 这总招不到 人跑去哪了 好 他说呢 这个今天哦 这个院会党团假动 我当总招以来 唯一一次破例 向党团请假 他去哪 他返乡 陪陈建仁 考察了啦 好 对于这件事情呢 国民党的傅昆奇 他也呛这个劳科 你出来 正面对决 黄阳明评论 他说呢 这个蓝绿都有党团干部 不分区立委缺许 或许这是让韩国瑜表达 他不是太中立的天赐良机了 同时他也整理了一下 昨天这场表决大战呢 这个国民党团 包括了林思敏 陈雪生 陈玉珍 陈金辉 还有翁晓琳缺席 民进党团的部分呢 则是有总招 柯建民 陈廷飞 还有王定宇 这个陈培渝缺席 两党都有 不分区立委 还有党团的干部 缺席这场会议 这样的假动 这样的假动根本是假动 好 那还有这个两党的假动 通通出包了 我们也把这个案例 特别列出来给您参考 包括 国民党的立委呢 这个罗宪一 他被踢爆 他人在大陆 但是他却在第一案当中 投了反对票 第二第三案是没有投票 也让外界质疑 诶 奇怪了 你人在大陆参加活动 但是你怎么可以投票呢 是不是有所谓的 蓝带投票事件呢 绿营的部分 来看到 总招柯建民 人没出席 没了 他陪这个陈建仁 去返乡考察 那因此呢 这个绿委就说 诶 奇怪了 柯总招缺席 那绿营质疑 你是不是双标呢 劳科人类 跑去哪 你叫大家每天来立院甲洞 你自己怎么没来 你好意思喔 好 现场我们欢迎我们的神秘嘉宾 就立正杰 立将军 将军早安 各位观众大家早安 好 将军 首先要请教您 您看到昨天在立法院的这场表决大战 民进党这个甲级洞员失败 绿色巨鹰又开始炮轰韩国瑜 把矛头直向韩国瑜说 韩国瑜行政不中立 你怎么看这个民进党态度呢 这次的事情我们想说 应该回归于事件的本质 就是应不应该继续删减 其实不是砍军工教年金 这次来讲是停止递减军工教的 这种退休给予 那这件事情事实上是已经六年了 这六年以来 其实军工教的退休金 他不断的持续递减 准备原来原则上要递减十年 可是六年前跟现在来讲 时空情形 经济状况 台湾经济状况 已经有很大的一个改变 我必须要讲一个数字 让大家各位观众可以了解 现在来讲的话 有一些基层的军工教 他现在每个月 大概六七十岁 七八十岁 他每个月 如果说砍到底的话 继续在三到十年之后 他可能每个月只能领三四万块 可能四万块都不到 在这种状况之下 你叫这些老人家怎么过生活 因为本来军工教年金 就不是一件很公平的事情 就是违反了 溯及既往的一个规定 那这些军工教 他在年轻的时候 他认为他自己退休以后 有很好一个 自己的生涯规划 所以他没有另外一个 做财务上的管理 那他本来很信任国家 认为我退休之后 我可以得到这么多的 这种养老金可以过生活 但是没想到 退休之后 你再砍他年金 而且一砍砍得很凶 那时候所得替代率 砍到只剩下百分之四十 在这种状况之下 现在来讲 我知道很多军工教的朋友 他每个月 如果说是基层的军工教 大部分都是基层 每个月只剩下三万多块钱生活 那等于说 以现在不管 尤其是最近店家又要上涨 对不对 各种通货膨胀的状况 结果 他们来讲确实是生活来讲 面临很大一个困难 所以我想说柯建平 他也看清楚这件事情 他昨天是故意不去投票的 这个他是知道说这些军工教 你不能再继续砍他 再继续砍他的话 其实会造成这个 让这些人很难再生活下去 其实我觉得昨天柯建平 不去的话 是代表说 他一个有一个良心上的一个知道 所以他知道 不能再这样做下去 但是我特别要讲 国民党这时候甲级动员的话 不管于情于理 你们都不应该说是这个甲级动员 你不到 第一个于理来讲 你是本来就国民党提名的这种 不管是你是分区或不分区 那你应该支持国民党的立场 于是当甲级动员 就代表这个法案来讲 对国民党整个党团的形象来讲 非常重要 他才会做甲级动员 如果不是很重要的话 不需要做到甲级动员 那甲级动员 就你一定要回来 因为你是本来就是国民党提名你的 对不对 你的不管你是这个分区立委 或者不分区立委 国民党提名你 就是要你支持国民党 重要的法案要通过的时候 你必须要到场 那你这几个立委你不到场 我觉得这个洪凤凯说要处分 我支持洪凤凯的决定 而且要坚持处分到底 这样第一个就是国民党的纪律 能够维持 第二个来讲的话 你们这几个立委来讲 你既然是国民党提名的 你连柯建民都不如 对不对 你难道你不知道 柯建民都知道说这些军公教 不能再继续砍下去 他故意不到场 那你现在你们 居然你自己国民党的立委 你居然不晓得 现在这些基层的公教人员 他退休之后 他现在生活困苦情形 你根本就是不体会民意 所以我不但支持洪梦凯 处分这些立委 而且我还 我还要谴责这些立委 你们居然不到场去投票 这让人家没办法接受 第三个我觉得说是韩国瑜 这次的投票 我觉得表现出来 第一个我们就法来讲的话 你任何一个会议 不要说立法院的会议 我们自己平常的会议 都知道一件事情 选拟当主席 你就是中立立场 那底下来讲的话 不管是这个 支持派或者反对派 大家双方来投票 那如果说票数多就通过了 如果一旦票数平衡来讲的话 数目一样的话 任何一个会议来讲都是这样 投票表现的时候最后主席 如果一旦票平均来讲 从小学的班会都是这样 难道你民进党 这个立委你不晓得吗 小学的时候 如果说我们开班会 班长组织会议 票数一样的话 就班长才能够投票 如果票数不一样的话 班长是不能够投票的 这个我想说是在这个 这个国民投票法案里面 都规定的很清楚 大家都应该知道 所以昨天这个当票数一样的时候 本来就是由主席来投下 最后关键的一票 任何一个国家 任何一个小到一个小学的班会 都是如此 那昨天韩国瑜做这个动作 第一个代表他懂得 这种立法院投票的规则 他遵守这种投票的法律的一些 一致的规则来做这个投票 第二个我想也凸显了 我们前一阵子一直讲说 这个韩国瑜是不是 太过于行政中立 没有偏拿国民党 其实这是对的 因为立法院院长是全民的 立法院院长 而不只是国民党的立法院院长 当然他必须要遵守行政中立 主持会议中立的一个立场 但是在关键的时刻 他当我们看得出来 他还是投国民党 这个支持国民党这一票 但是我个人认为说 韩国瑜投这一票 不是站在国民党立场来投 他是站在所有军公教立场 他站在他的本质良能 他认为说是 这个如果你继续在 继续在递讲 后面这几年来讲的话 对于军公教 退休的军公教生活 会造成很大的困难困苦 所以他停止这个 他投入这一票以后 让这个军公教的可以停止 暂时停止这个递检的法案 然后让后续的军公教 可以维持现在我既有收入 不会每年每年来讲的话 我收入继续减少 对他来讲 生活会继续困苦 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很多的退休军公教 这些都已经退休了 大概年纪都已经七八十岁 很多人都已经七八十岁 我们试想若以现在 电价如果说是四月份在涨 通货膨胀是这个样子 我们都想说吃一碗面 都要随便吃一餐饭都要上百块 那你这些叫这些已经退休了 他又没有额外的收入 你叫他怎么生活下去 你不要说欠费用照顾 或者是入养老院 其实对他们生活来讲 都很困难 尤其是你不要认为 只有这些退休军公教 他生活困难 包括他的儿女也有很大压力 他要奉养父母亲 我们现在看到社会上面 很多的悲剧都是这样 到最后如果他没有能力奉养 那父母亲自己的终生 又被砍掉 砍到他没办法生活 其实责任到谁身上 责任到这些年轻人身上 所以我觉得这次来讲的话 不是说是蓝绿的对决 而是一个基本上面 一个照顾这些老人生活 一个最基本的条件 最基本的做法 所以我觉得柯建平 他是很了解这件事情 他才故意不去投票 那韩国瑜他也是基于说 我应该要投这票 这是基于对民众的认知 对于这个法案的 公理正义来投下这一票 这是我个人的认为 好那持续来请教这个 这个立将军 就昨天这件事情 我刚刚还想再追问你一下 你看从结果论来说 对这个军公教来说 是一个好的结果 那主要是这个 韩国瑜投下关键一票 但结果论来说 你看到绿营的态度是 输了好像有点耍赖的感觉 然后狂骂韩国瑜 你怎么看这民进党 他们的态度呢 其实我个人认为 从柯建平这件事情 其实绿营也知道说 他不应该再继续删减 再继续删减会有社会 很多的问题出现 因为这些人生活来讲 面临很大的困难来讲的话 不管是不公不义 或者是造成社会的问题 都是很大问题 但是民进党基于 他的意志形态 他认为说当初 这个蔡英文既然做了这个决定 他们就要贯彻到底 所以他们就去投这种票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锐行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